洛杉矶县委会强调 2022年通过的禁止使用一次性餐饮用具法规 内容规定餐厅与外带服务 不论食物容器 杯子 盘子 刀叉 都只能使用可回收或可分解的餐具 且法案于2023年5月1号之后开始全面实施 换句话说 现在还没有完成转型升级的店家之后 将会面对每日开罚100美元的高额罚款 且一年内的罚款上限可高达1000美元 洛杉矶县委会指出 全面禁用一次性餐具的新法规 目标在于大幅度的减少对环境有害的材料 同时避免二次甚至长久性的污染环境 主要原因是 统计数据已经表明 全美每年至少丢弃掉超过一亿件的塑料用品 且其中只有15%属于可回收垃圾 此外 新法同时可以帮助加州政府 每年省下好几亿美元的海滩清理费用 与不可回收垃圾的处理费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